左营建议新村目前是由文化局用以住代户的方式引进新住户入住 但还有大片的眷设没有善加利用 市议员李雅慧建议可以将临近国军左营医院的和群新村 规划为长照聚落 明德新村的防空洞参考国外的经验 规划为酒窖和书局等 像和群新村它就是临近这个海军种医院 所以说其实它那边如果未来能够发展这个长照村 或者是绕人村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其实是可行的 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请使父我们就根据先做 简单可以先做先走 我们就开始来走 用一个小结果逐步的来开放的这个方式来经理 不然整个家里一个包起来 要做可能有困难 李议员也指出眷区的道路设施虽为国防部管理 但路面破损不开 已经影响居民进出安全 要求市府协助处理 市长陈其迈达巡使表示 会以市民安全为优先 将道路先行整平 应该要用更积极的态度 去跟国防部那边争取 每一年固定的一个预算 来维持基本的这些设施 比如说修马路 比如说清水沟 比如说修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维护费用 这个预算 我们带来跟国防部 大家带来协商 说未来是不是能够我们用代办的方式 或者是设立一个每年固定的补助的金额 那全权由高雄市政府来做处理 这个我们会马上 谢谢 不管协商的结果如何 我们就先做 另外左英大路的人行道年久失修 华夏路的人行道造景 只剩下最后一里路 李议员要求市府加以改善 陈市长表示将在经费预算到位后 立即进行改善 记者李正道内昌邦高雄报道 应该是最高的连线在想什么 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怎么样来办 把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